《禅院忠聲》是一首廣東的粵曲 是由粵曲音樂家崔慧林先生 在1939年至1940年之間所創作的 樂曲是講述一個書生愛上了一個女子 她去外地苦讀求取功名之後 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心上人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於是她就是一心要出家 她在剃道當晚她想起父心人無情無疑 於是她在寺廟裏便聽著鐘聲、風聲、木語聲 唱出了自己內心的悲苦和對父心人的譴責 現在有請我們三位樂師 陳啟謙先生、陳思彤小姐和朱國龍先生 分別用椰壺、秦琴、動燒為我們演奏 蟬月、秦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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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詞琴、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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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琴、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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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